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山东省 烟台市牧品区这个养养布展 然后今天呢我们来了一个果园里 这个果园呢之前我们也来过好几次 用巧克力也是用了好几年了 那么今天呢 这位呢是我们这个果园的园主 山大哥 然后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回访 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苹果的一个 展示的一个效果 你好山大叔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巧克力现在是用了 多长时间用了有几年了 用了好几年了 我记得咱当时我最早来的时候是从 18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来过咱们果园 那时候就开始用了是不是 也算是咱们这个巧克力的一个重视用户了 通过这几年这个咱们果园 后期的这个表现感觉咱们这个巧克力怎么样 不错 挺好的是吧 挺好的 嗯 嗯 那么今年咱们这个园子也用了是吧 今年也用了 这个园子用咱们巧克力用了多少啊 一棵树用了二斤半 一棵树用了二斤半 嗯 呃在这一棵树 一 一个园子一目的有 有多少个有 有四十左右 一目的四十克 一目的四十克 一目的四十克左右啊 对啊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苹果啊 因为呃现在呢我们这个苹果呢正好是一个采摘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 我看那边呢还有许多苹果呢已经这个采摘完毕了 对这边就赶赶给大家走下去 这两天就准备摘了是吧这些 嗯 呃感觉咱们这个这些苹果啊 我看这个表光啊包括这个 呃个头啊都挺好的啊 嗯得今年果挺大的呢 我看这个八五以上全是这个 九零九零多的 嗯啊 这个一薄一剁 这个一百多了这个 这个一薄一剁 可以看一下这个谷个 你看这个苹果一薄一剁 包括这个表光 嗯啊 这个色的都非常非常不错啊 对 呃咱们今年这个啊 苹果的好情怎么样 价格怎么样 价格不强今天价格 价格整体面上这个 价格不是还好啊 嗯嗯 但是咱们这个 呃 好果实际上也是挺值钱的 是吧好果的话 嗯 所以说现在培养一个 做一个果园 就是种一个好的果个儿呀 实际上还是要 呃只要是种这种精细果的话 实际上这个收入还是可以的 呃 那么感觉咱们这个巧克力 这几年 呃整体来说对咱们这个表现的话 呃满意吗 满意 还行我也还行 挺满意的哈 嗯 满意 咱们现在这个苹果的话 呃这是几年的树了这是 哎呀 能有八九年的树了 能有八九年的树了哈 能有八九年的树 嗯 当时咱们这个巧克力用的时候 主要是在什么时期用的呀 反正这个是 下雨的时候就来样 嗯 嗯 就直接洒湿就行了 嗯 那这个 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啊 比较是省工省力 对 嗯 咱们这个巧克力以后打算还用没有 用 继续使用 继续使用 行啊 希望咱们这个巧克力 能够让咱们大家确实是对咱们这个种植豪果来能出一番利 也感谢这个山大树的一个支持 希望咱们今年这个苹果大卖吧 虽然是这个行情不好 但是咱们是 还是希望咱们这个能年年涨好果 可以 年年挣大钱好不好 嗯 行好 感谢山大树的支持哈 别客气 好嘞